大家好,我是Samuel,柳sir 今次我们会讲一下音程interval 看完这条片你就会很清楚什么是音程 最后我会示范做十几条课本和网上练习 做练习的时候我会教你如何做得快些 我希望可以帮到你每次都在15秒之内 就可以找出音程的答案 今次这个题目的内容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会讲得快一点 如果你听得不清楚你可以回带 将听不清楚的部分听多几次 而且你也可以善用YouTube的时间节目的功能 你在视频简介里可以选择你想听影片中间的部分 开始之前我都想讲一下这个表 有些同学可能是用这个类似的图表去找音程 你会发现跟我教的方法有点不同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两个方法都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我介绍完我的方法之后 我就会讲一下为什么我不建议用这个方法去学音程 不过只是我不建议 并不是说这个方法错 其实两个方法都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我们现在开始了 首先什么是音程 音程其实就是距离 是用来形容两个音之间音高的距离 就好像我们会用间尺去量度不同物件的长度 我们会用米、泥米等单位 去告诉大家一件物件多长 或者两件物件的距离有多远 描述两个音的音高的距离 我们就会用音程 完整地描述一个音程 那个字就会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我们叫做Quality 是一个英文字 后面还会有一个数字 我们现在先讲一下数字这个部分 中文我们会用一个量词 叫做多少度 而英文就会用序数代表 即是第二、第三这些字 那么两个音之间多少度呢? 就是你由一个音 数到另一个音之间 经过了多少个音名 就是多少度了 我举一些例子你就会明白了 比如这个是C 这个是E 你由C数到E经过多少个字呢? 那要数到C自己的 C、D、E 那你说了三个字 那就是三度了 那英文就叫Third 那又例如这个D音 去到这个B音是多少度呢? 那你数一下 D、E、F、G、A、B 那你数了六个字 那就是六度了 英文就是六 然后你要加TH在后面 那又例如这个F音 去到这个F音 是多少度呢? 那我们又数一下 F、G、A、B、C、D、E、F 我数了八个字 所以由F音去到F音 就叫八度了 那八度的英文呢? 我们就会用V、E 是来自英文Octave 这个字的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G音和G音 是多少度呢? 那由G去到G 你只说了一个字而已 所以我们叫做一度的 那英文呢? 我们就叫做Unison 即是同音 G音和G音是同一个音 那在数音程这个数字的部分呢? 我们完全不需要考虑声降好的 只是数那个音名就可以了 例如C音和E音的音程是三度 C音和E弦呢? 都一样是三度的 那C-Sharp和E弦呢? 也都是三度的 又例如C弦和E弦呢? 都是三度的 因为你只需要数C到E字 中间经过了多少个字而已 那你们都看到了 这四组音虽然都叫三度 但很明显它们两个音的距离 就是不同的了 那我们怎样区分它们呢? 我们就会在数字前面 加一个形容词 那就是Quality 那我们有五个字可以用的 就是Perfect Major Minor Augmented 和Diminished 那Perfect的中文呢? 就是純或者完全 Major的中文就是大 Minor就是小 Augmented是增 Diminished是减的 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这些字 Quality是怎样用的 那这件事呢? 因为和大调音阶是很有关系的 那如果你不熟悉大调音阶呢? 你就看回第四课 Lesson 4的影片 那我现在先用Do,Re,Mi,Fa,Sou,La,Ti,Do 去代表一个大调音阶先 那Do和Re的距离呢? 就是两度 Do和Mi的距离呢? 就是三度 Do和Fa的距离呢? 就是四度 Do和So的距离呢? 就叫五度 那Do和La的距离呢? 就是六度 Do和T的距离呢? 就是七度 那Do和Do的距离呢? 就是八度了 那我们刚才都学过 度和度音的距离呢 我们叫做Ulison 一度 那你见到这里有八个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它们会分成两组的 那二、三、六、七呢? 它们就合成一组 它们叫做major 一、四、五、八呢? 它们就另外合成一组 叫做perfect 這句說話很重要,所以我會講三次 在一個大調音階上,每一個音和第一個音的距離的音程都用major或perfect 在一個大調音階上,每一個音和第一個音的音程都用major或perfect 在一個大調音階上,每一個音和第一個音的音程都用major或perfect 2、3、6、7就會用major,1、4、5、8就會用perfect 所以道Re的距離我們就叫major second 道Me的音程我們就叫major third 道La的音程就叫major sixth 道T的音程就叫major seventh 你自己翻譯中文,大二度、大三度、大六度、大七度 我有時又會講一下中文,又會講一下英文 其實你兩樣都應該懂的 unison我們就用perfect unison 四度叫perfect fourth 五度叫perfect fifth 八度我們叫perfect octave 我們現在嘗試代入幾條大調音階在這裡 例如C major, B major, D flat major 如果你還未可以很快地寫出大調音階 你就去溫習下lesson four 根據我們剛才學的東西 C和G的音程是導酬的關係 就是perfect fifth 完全誤導 B和F sharp的音程都是導酬的關係 所以都是叫perfect fifth D flat和A flat都是叫perfect fifth 例如三度 C和E的音程就是major third 大三度 B和D sharp的音程都是大三度 D flat和F的音程都是大三度 又例如C和B的音程就是大七度 B和A sharp的音程都是大七度 那你就可以當在我們大調音階出現的音程 即是後面這些音和第一個音的距離 我們都當它叫做正常的音程 即是後面這些音和第一個音的距離 即是正常的音程 即是正常的音程 我們都叫做major或者perfect 那什麼叫做不正常呢 就是如果比major的音程距離多了一個半音程 我們就用minor 中文是小 如果比起小的音程再摘一個半音呢 我們就叫做diminished 所以你會發現major和minor就只有2,3,6,7可以用 而perfect就只有1,4,5,8可以用 那你會發現major和minor就只有2,3,6,7可以用 那我現在舉個例子 譬如b和f-sharp就是大調音階上面的音程 那就叫做perfect shift 那如果是f-natural b和f-natural的距離 那你就可以想像一下我現在這個左手就是b音 我這個右手就是f-sharp 那如果是f-natural 那f-sharp就會低了半個音 低了音我就向左邊動 那你就可以想像到 而兩隻手的距離是窄了一個半音的 窄一點的 窄一點的perfect音程呢 我們就叫做diminished 所以如果b去到f這個音程呢 我們就叫做diminished fifth 又例如db和c音的音程呢 就是7度 那因為它在db major出現的c音 所以就是正常的距離 我們叫做major 7度 那如果是cb呢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我現在這個左手就是db 我的右手就是高音一點的c音 那現在我不是要c音 我要cb 那我動了這個手向低音這邊動 我兩隻手的距離呢 就窄了一個半音了 那窄了一個半音的音程呢 我們就叫做miner 那所以db去到cb呢 我們就叫做miner7度 那不只是右邊可以動 左邊也可以動的 例如如果db這個音高了半度 可能變成d natural呢 都會令到這個兩隻手的距離 再窄一點的 給miner再窄一個半音 我們就叫做diminished seventh 那兩隻手都可以動的 你就是去比較一下 兩隻手的距離 闊了還是窄了 那你就知道要用哪一個字的了 那音程最基本的東西 其實我們已經教完了 那一會我示範做多些題目 你就會明白多些的了 那如果你想多聽幾次 剛才所說的東西 那你就回帶去到前面 再聽多一次了 那開始做練習之前 我們還有一個字要懂的 就是compound這個字 compound interval 那中文叫做覆音程 那是用來做什麼呢 例如這個f音 去到這個f音 是8度來的 那如果再高一個音 例如f音去到g音 當然就是9度 不過你有另一個方法 可以表示這個9度 就是覆2度 意思就是f音數到g音 其實是一個2度來的 不過它是大過一個8度 所以我們就加一個覆字在前面 例如f和a 那你就可以叫它做10度 或者叫它做覆3度 那你可以想這個覆字 其實就是把你的音程 數字加了7的意思 例如覆2度 那你不想用覆字 你就把那個數字加7 2加7就是9 那就是9度 那例如14度 那如果你想用覆音程去表示 那你就可以說它是覆 14-7就是7度 那就是覆7度 那英文就叫做compound 可能major compound major 7th 那如果是minor 就compound minor 7th 那compound這個字就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做課本練習了 今次我會示範多些練習題的 開頭我就會一個一個步驟慢慢地做 那之後我就會開始教你 如何可以跳一些步驟 令你可以做得快些 甚至去到後來 我們不需要捨筆記 在腦裏面想 都可以想到一個答案 不過你就不需要心急 如果你覺得慢的方法是適合你 那你就用慢的方法 那最重要就是不要做錯 我要找到正確的答案 那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可以打開 那你遇到音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寫了那兩個音的音名出來 那現在下面這個音是F 上面那個音是G 那你也要留意 前面的key signature 有沒有影響這兩個聲降音的 那你看完key signature 有沒有影響之後呢 那你就不要理key signature 我們就當下面這個音 就是大調音階的第一個音 那什麼大調音階的第一個音是F呢 那當然就是F大調 那我們就寫F大調音階出來 F大調音階有一個降好的是Bb 然後我們就會數一下那個數字的部分 由F開始數 經過幾多個字 會去到G呢 F G 那你說了兩個字 那就是兩度 Second 好了 然後你看一下那個G音 有沒有在這個大調音階出現 如果有呢 G和F呢 你就可以想像它是一個正常的距離 那正常的兩度我們叫什麼呢 那你記不記得 2367是用什麼字的呢 那就是用major的 那所以這個答案呢 就是major second 那第二條了 第一件事呢 就是寫了這兩個音的音名出來 那小心不同的譜號 這次是高音譜號的 那下面這個音是A 上面這個音是G 那然後呢 你就寫出 由下面這個音開始的一條大調音階 那下面這個音是A 那所以我們就寫A大調音階了 A大調音階有多少個聲控號呢 Go Down and 有三個聲號 聲什麼音呢 就聲F C G 那我先加一些聲號 然後我們就數多少度 那由A開始數英文字 會經過多少個字去到G音呢 A B C D E F G 那就是7度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就看看這個G音 有沒有在這條大調音階上面出現 那A大調音階呢 沒有G音的 是用G-Sharp的 那這個A去到G-Sharp的音程呢 才是正常的7度 正常距離的7度呢 我們叫做major7度 那這個G-Sharp的距離呢 那這個G-Sharp的距離呢 就是正常的距離 我們叫major7度 那給major這個音程 摘一個半音 我們會用什麼字呢 那我們先看這個筆記 給major摘一個半音呢 我們就叫minor 所以答案呢 就是minor7度 小7度 那我們繼續做 我們第一件事 就寫了這兩個音的音名出來 這次是低音譜號 下面這個音是E 那這裡有一個E-flat 所以這個E是要flat 上面這個音是G 那我就寫一個 由下面這個音開始的一條大調音階 那這次是E-flat 那我就寫E-flat major音階 E-flat major有多少個鋼號呢 Fat boy it 有三個鋼號 鋼 B E A 那你就加好一些鋼號 那你就有一條E-flat major音階在這裡 然後你就數一下多少度 由E這個字 讀到G這個字 總共經過了多少個字呢 E-F-G 經過了三個字 那就是三度 三度的英文是third 要加rd在三字後面的 那你就看看這個大調音階 看看這個G音 上面這個音 有沒有出現在大調音階 有喔 那在這個音階上面的音 和它第一個音的距離 的音程呢 就是正常的距離 那正常的三度我們叫什麼呢 那我們就叫major third 所以E-flat和G的音程呢 就叫做major third 那在做第四條之前呢 那我要講下還有一個技巧的 那剛才找這個E-flat G音程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E-flat major 那其實呢 你用E-major也可以找到一樣的答案的 我們試一下吧 如果我寫一條E-major音階出來 E-major有四個聲號 F-C-G-D 那你在這個音階上面找個G音 E和G-sharp呢 就是正常的三度 我們叫做major third 那你可以擺一隻手出來 左手扮E音 右手扮G-sharp 那現在的題目呢 就問我們E-flat和G 那我這隻手呢 就是E 這隻手就是G-sharp 那我E要變成E-flat 那我就向低音動一下 那距離呢是闊了的 那G-音這隻手呢 都要動 因為我現在是G-sharp 那我又要降低它變成G-natural 那距離呢 其實就跟剛才E-G-sharp一樣 因為我左手動了一下 變成E-flat 右手呢 又由G-sharp變成G 那最後的距離呢 就跟major third是一樣的 所以答案你都可以找到major third 那這個技巧什麼時候用呢 那你看看第四條就會知道的 首先你寫了音名出來 下面這個音是C 上面這個音是F 那麼呢 Key signature那裡有C-sharp和F-sharp 所以這個是C-sharp 這個是F-sharp 不過呢 我們沒有C-sharp major 那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用C major 都可以找到答案的 那我們試一下吧 寫一個C major音階出來 那C major音階就沒有聲降好 然後就數一下多少度 由C音數到F音是多少度呢 C D E F就是四度 這個C和F的音程呢 就是正常的距離 正常的四度呢 我們叫做perfect fourth 不過題目呢 就不是問C和F 是C-sharp 我們用手來想一下 現在左手是C音 右手是F 而題目呢就是問C-sharp和F-sharp 我先動左手 C變C-sharp F變F-sharp 距離呢 是沒有變過的 因為兩隻手都向高音那邊動了 所以仍然是正常的距離 正常的距離呢 就是perfect fourth 所以如果你發現呢 下面這個音 你找不到一個大調音階 那你就可以用Natural那個音 開始的大調音階去找音程 那你可以看回我們學大調音階的時候 那個筆記 有什麼音你可以開始大調音階呢 那全部Natural的音 其實你都可以找到大調音階 那降好的音呢 大部分都有大調音階 那只有F-flat和C-flat 你找不到大調音階而已 那聲號呢 其實就只有F-sharp 是有大調音階的 不過F-sharp 就太多聲號了 你做音程的時候可能會亂 所以逢是看到下面那個音是sharp 你都可以用Natural那個音的大調音階去想 音程 那降好的呢 如果是B-E-A-D 你都可以用這些音的大調音階 那如果你看到C-flat F-flat G-flat 那你就會用Natural的音去找音程 那我們繼續做題目 第五條 第一件事呢 我們先找到那些音程 高音譜號 下面這個音是A-flat 上面這個音是D-flat 那F-flat是來自Key Signature的 那接著呢 我們就不理Key Signature 我們就寫一條 由下面這個音開始的大調音階出來 那這次就寫A-flat major 那這次就寫A-flat major A-flat major Fat-boy Eat-aw 四個降好的 降B-E-A-D 那你再加好一些降好的 好了 A-D是多少度呢 那就數手指吧 A-B-C-D 四度 那你看一下 在你的音階上 找不找到上面的這個音 D-flat 有啊 所以A-flat去到D-flat 這個音程 我們就當作正常的距離 正常距離 這個音程我們叫什麼呢 四度呢 我們就用perfect的 那我們繼續這樣做多五條 跟著呢 我們先開始學跳一些步驟 那我們繼續做吧 第五條 下面這個音是E 上面這個音是G 那看一下Key Signature有沒有影響 這兩個音線 沒有啊 那接著呢 你就不要再看Key Signature 為什麼我經常都這樣說呢 如果你想了 一個聲音好 是G major 那你要寫G major出來 找音程呢 就不是的 是找下面那個音開始的音階 那現在下面是E音 那我就寫E major E major有四個聲號 F,C,G,D E去到G是多少度呢 E,F,G,3度 E去到G是不是正常距離呢 你看看這個音階 不是啊 E major有一個G sharp G sharp才是正常距離 正常的三度我們叫做major 所以這個音階 這個題目是G 我們拿手出來 左手就扮低音的E 右手就是高一點的G sharp E和G sharp是正常距離 現在題目是E和G G sharp變成G 那現在距離就窄了 窄了的major 那就是minor 所以這個就是minor third 下面這個音階 是F 那這裡有個F sharp 所以這個是F sharp 上面這個音階 是E sharp 我們剛才說過 如果下面那個音階 是sharp 那我們會用natural音階 那個大調音階去想 所以我們就寫F major 就不是F sharp major音階 F major音階 就有一個降號 是B音的 寫好音階 那多少度呢 數手指 F G A B C D E 7度 那有些同學 可能會在五線譜 這樣數法 由這個音階 數到上面的音 1 2 3 4 5 6 7 我就不建議大家這樣數 因為有時你這樣 唸一下唸一下 可能會唸錯 或者數錯 最好就是找了兩個音的音名 當然要找對 然後就數手指 數幾多度 那麼繼續 在這個F major 找到一個E音 那個音程就叫做正常的七度 正常的七度 叫做major 7 那麼F和E的音程就是major 7 那麼題目問我們F sharp 那麼F要變成F sharp 閘了 E又變成E sharp 又闊了 所以距離沒有變過 仍然是正常的距離 那麼我們就叫major 7度 我們再想一次吧 F和E是major 7 F sharp E就閘了 F sharp E sharp又闊了 仍然是正常的距離 那麼我們就叫major 7 那麼可以繼續吧 下面這個音 這邊是Bb 因為Key Signature有flat 上面這個就是Eb 我就寫Bb Major音階出來 Bb Major兩個降好的降BE 已經寫完了 數手指 BCDE四個字 四度 我們在這個大調音階裡 找一下這兩個音 Bb和Eb就是正常的距離 正常的四度就叫做Perfect 現在題目也是問你Bb和Eb 所以答案就是Perfect 四度 繼續 下面這個音是A Ub 上面的音是F Ab Major Ab Major Ab Major Fat Boy It All 四個降好 B E A D 你看在這個音階上 能否找到F音 Ab去到F音 有F音就是正常的距離 我們還沒數幾度 我們還沒數多少度 我們數過幾度 A B C D E F 錄到 那是正常的錄度 那就叫Major 其實我這樣寫音階出來 都不算做得很慢 今次我試試寫快一點 看看大概用了多少時間 我用一個電話來算一下 看看我們這樣做一條要多久 下面这句音是F,上面这句音是E,E要flat 那就写F大调音阶 Fmajor一个讲好,F到E就是正常的距离 Fgabcbe7度 F到E就是正常的7度,我们叫major 问题是问我们Eflat F到E,Eflat 那就细了一个半音,那就是minor7度 也要30秒 好了,我们开始会跳一些步骤 我刚才做的时候,你都会发现 我们写了一条大调音阶之后 就不需要理其他音 我们只是想题目问我们的两个音 所以我们开始就会省略写大调音阶的步骤 那就会快很多 那譬如我们试试做这条 下面这个音是Fsharp 上面那个音是A 那我今次就不写完整个大调音阶 我们数了多少度 FgA3度 我们想想Fmajor 那个A音 需不需要升降 我们直接想想Fmajor上面 那个A音 需不需要升降 Fmajor就是降一个音 降Bb 就不影响这个A音 所以F和A就是正常的距离了 就是正常的三度 叫Major 那现在题目问Fsharp F和A是major Fsharp 距离了 就是minor third 那就继续了 这个是G 上面这个是A 那不用降 这次我们数了多少度 G A是second 我们不写大调音阶 我们直接想Gmajor上面 那个A音 需不需要升降 Gmajor一个声号 F音 不影响A音 所以A 就是会在Gmajor的音阶数出现 也就是G和A就是正常的距离 正常的两度 我们叫做major 其实这样已经快了很多 我们做多题 然后试试计时 下面这个音是D 上面这个音是Csharp 那数一下多少度 D E F G A B C 7度 然后想想Dmajor上面 那个C音 需不需要升降好的呢 Dmajor升两个音 A3 升F C 会影响C音 所以Csharp 才是Dmajor上面会出现的音 D去到Csharp 就是正常的7度 正常的7度 我们叫Major 好 继续 下面这个音是C 上面这个音是F 那数一下多少度 C D E F 4度 CMajor的F音 有没有升降好的 CMajor是没有升降好的 CMajor是没有升降好的 所以C和F 就已经是正常的距离 叫做Perfect 你看到我已经开始烂了 我已经连音阶也不写了 下面这个音是F 上面这个音是D 数一下多少度 F,G,A,B,C,D 6度 Fmajor的D音是没有升降好的 Fmajor是一个降好的 降B音 就不影响D 所以Fmajor上面 你会找到D音 F,D就是正常的距离 正常的6度 我们叫Major 我们试试做后面这版的题目 前面这版是Harmonic Interval 即是那两个音是同时出现的 如果演奏就会两个音一起弹 好像双音那样 这种就叫做Melodic Interval 即是那两个音是前后出现的 我们试试做B 这两个音的音程 我们一定由下面的音开始数 你就不要看哪一个音出现 总之下面的音就开始计音程 这个是B 看看Key Signature 有Flat 这个是B 这个是E 也要Flat 上面的音是EF 数一下多少度 B,C,D,E,4度 B flat major E音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B flat major Flat boy降两个音 降B,E 所以B flat major 是要降E flat E flat 就是会在B flat major的音阶上出现 B flat到E flat E flat 就是正常的音程 我们正常的四度 就叫做Perfect 而问题 问题又正在问B flat到E flat 这个答案就是Perfect 第二条 他就问这个位 下面这个音是B flat 上面这个音是D B flat B flat major 音阶上面 D音有没有升降的呢 B flat major 就降两个音 降B,E 就不影响D B flat到D 就是正常的距离 B到D 就是BC,D 3度 正常的三度 就是major 3度 我写错了 这个位置是第三条 这里才是major 第三条 下面这个音是B flat 上面这个音是G 那多少度呢 BC,D,E,F,G BC,D,E,F,G 六度 B flat major上面的G音 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就没有 所以这个就已经是正常的距离 正常的六度 叫major 我们做多一条 我们试试这个 我们试试I 这条 他问这两个音的音程 D和F D major的音阶上面 我数了多少度 D,E,F,3度 D major的音阶 那个F音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D major有两个声号 F,C 所以F sharp才是正常的距离 正常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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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major third 那问题问我们是natural F D去到F sharp 是major third D去到F natural 扎左 叫minor third 第二条 D和E 是两度 D major的E音 没有升降好的 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是正常的距离 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是正常的距离 正常的两度 我们叫做major second 第三条 下面这个音是D 上面那个音是A D major的A音 都是没有升降好的 因为D major是F 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是正常的距离 多少度呢 D E F G A 5度 正常的5度是perfect 好 最后一条 这个是D 这个是B 这个是B 多少度呢 D E F G A B 6度 D去到B是正常的距离 正常的6度是major D去到B flat D去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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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t 距离就是窄了的 窄了的major音程 我们叫做minor 接着我们会做grade4的chapter8 第四十五页 第一条 下面这个音是B natural 上面这个音是E 要flat 数下多少度 D C D E 四度来的 B major 上面那个E音 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我通常都会把F C G D A E B 先写出来的 B major有五个声号 F C G D A E音就不用升了 所以现在B去到E 就是perfect 4度 我们又拿手出来 左手边这个音是B 右手边这个音是E 就是perfect 4度 现在题目问我们是E flat E这个音就flat 距离之后距离是会窄了 窄了的perfect就是diminished 减4度 旁边这条 下面这个音是A 上面这个音是B 要flat AB就是2度 2度 A major的B音 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A major升三个音 升F C G 所以A major的音阶上 会用natural B音 A和B的音程就是major second A和B的音程就是major second A和B的音程就是major second 现在题目问我们A和Bb 上面这个音是A 上面这个音是A 那所谓多少度 F G A 3度 下面那个音有sharp 那我就用natural的音开始的大调音阶 来找这个音程 F natural开始的大调音阶 即是F major F major的音阶上面的A音 需要升降好的呢 是不需要的 F major一个降好降B音 就不影响A音 那现在F到A就是正常的三度 正常的三度 正常的三度是major third F到A是major third 那F sharp呢 那个距离就窄了一个半音 所以答案是minor third 第二行第一条 下面这个音是B 那acidental 要sharp 上面这个音是F 那在key signature那里有F sharp 那我会用natural的大调音阶 就是B major的音阶 在B major的音阶上面这个F音 需要升降的呢 B major呢 升五个音的 升F C G D A 所以有F sharp才是正常的距离 B去到F sharp就是正常的五度 我们叫做perfect fifth B去到F sharp就是perfect fifth B去到F sharp 那现在B sharp和F sharp的距离就窄了 窄了的perfect是diminished 第二行第二条 下面那个音是B flat 上面这个音是G 数一下多少度 B C D E F G 六度 那B flat major 音阶上面的G音 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B flat major 降两个音 降B E 就不影响G音 所以现在B flat去到G 就是正常的六度 正常的六度 就是major 下一条 下面这个音是E 上面那个音是E 就是perfect octave 再下一条 下面这个音是C Key signature 那里有C sharp 上面这个音是A 那我们用C major 音阶 C major 上面那个A音 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有没有的 C major 没有升降好的 所以C去到A音 就是正常的 我们还没有数多少度 先数一下 C D E F G A A六度 C去到A 就是正常的六度 是major C去到A 就是正常的六度 叫做major C sharp了之后 那个距离是窄了的 窄了的major 音程叫做minor 好 我们揭去后面四十六页 我们选择两题 试下做 我们试下做C B一条 C的1 就问我们这两个音的音程 下面这个音是A 上面这个音也是A 那就是perfect Octive 第二题 下面这个音是G sharp 上面这个音是B 记得看清楚 Key signature 那里有没有音要降 Key signature 那里有Bb 所以这个音是Bb 所以题目问的就是G sharp和Bb的音程 那我们数一下多少度 G A B 是三度的 那G major上面那个B音有没有升降好呢 就没有的 G major是一个音是F的 所以G和B就是major 3 那题目问我们G sharp和Bb 那我们计算一下 G B是正常的距离major3 G sharp便会窄了一个半音 B又变成Bb 总共窄了两个半音 窄了两个半音的major音程 我们叫做diminished 所以这条的答案是diminished third 第三个问题 下面这个音是C sharp 上面这个音是A音 那记得是由下面那个音开始计算音程 和那两个音哪个出现先是没有关系的 那数一下多少度先 C D E F G A 6度 那C major的A音当然没有升降好 C major是没有升降好的 所以C去到A就是major的6度 C去到A就是major的6度 那C升了呢 就会令到音程窄了半个音 窄了半个音的major音程就是minor 那答案就是minor6 第四个 下面这个音是D 上面这个音是F 那除了要小心key signature之外 都要留意一下那些音 有没有受到acidental 臨时升降好的影响 那这个D音呢 我们也检查一下 这个小节之内 有没有sharp 那没有的 所以就真的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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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al D去到F D E F是三度 那D major的F音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就有的 D major升两个音 升F C 所以升F是会sharp D去到F 就是正常的三度 我们叫做major third 那D去到F sharp 那D去到F sharp 音程就是major third 那题目问我们D和F 那我们要量一下 D和F sharp是major third D和F natural 就会窄了 窄了的major音程 我们用minor 所以答案就是minor third 好 接着我们做F 这一题 F的1 下面这个音是B natural 上面这个音是C BC是second两度 B major的C音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有的 B major升五个音 升F C G D A 所以会影响C音 B去到C sharp 就是正常的两度 正常的两度 我们叫做major second B去到C sharp是major second 目问我们的B去到C C sharp变成C 就会窄了 窄了的major音程就是minor 答案就是minor second 第二条 下面这个音是A 上面这个音是F 再小心检查一下这两个音 有没有受到key signature影响 没有的 A到F ABCDEF就是6到 A major的F音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有的 要F sharp的 所以A和F sharp就是major6 那题目问我们A到F 所以音程就会窄了 窄了的major我们叫minor 答案是minor6度 第三条 下面这个音是G 上面这个音是E GABCDE是6度 G major的E音有没有升降好的呢 就没有的 G major只是升F 所以G去到F natural 已经是一个正常的录道 答案就是major6 答案就是major6 最後这条 下面这个音是E 上面这个音也是E 那就是完美了 那就是完美了 好了 那我们继续挑战难度 我们试试Grade5的那本 那本 就是Grade5的43页 那今次呢 他就叫我们 画一个音 在这个音的上面 令到他形成一个下面的音程 那他说要major的14度 那14度呢 就大过8 所以我们将它减7 看看其实是什么音 14-7就是7度 所以其实应该要一个7度的音 现在下面这个是F音 F音数7的音 FGABCDE 那就不是这个E音 要再高一点那个E 因为是大过7度的 那E音就先上加3 好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 现在这个音程 是不是一个major音程 下面这个音是F 上面这个音是E 那就一定是14度 但是不是major音程呢 Fmajor的E音 有没有声降好呢 就没有的 Fmajor降一个音 降Bb 所以F和E就已经是正常距离了 正常14度就是major 所以答案就是画一个E音 继续 下面这个音是D 他说要一个7度 那么我们先画一个7度的音 数7个音 由D开始 D E F G A B C 应该要画一个C音 好 现在就检查一下D-sharp和C 是不是一个D-minished7 那么我们画一个D major音阶 那么复杂的问题就正经一点 那么复杂的问题呢 我们还是慢慢做 不用心急 这个是D major音阶 D到C-sharp 就是正常的7度 叫做major7 题目下面的音是D-sharp D到C-sharp 就是正常的7度 D-sharp 就拆了一格 C-sharp 再变成C 就是拆了两格 拆了两个半音 就是D-minished7度 所以现在这个答案 就已经是对的了 那么我们试试下面这条 这个音是G 他要两度 那么我就先画一个两度的音 即是高一个音 G A 然后检查一下现在 是不是augmented G major的A音 没有升降好的 所以G去到A 已经是正常的距离了 正常的两度 G去到A 是major second 但是题目想要augmented 那就是要闯一个音 那么我们不可以移动题目给我们的音 我们移动我们画的音 就是将A音 要移动 让两个音的距离 阔一点 就向这边 现在阔了 A 那要变成A-sharp 所以你就加个sharp 在A 那就已经是答案了 G和A-sharp 接着我们这里 又做三条 那考试的题目 就不会像这个5级 exercise 那么难的 没有那么复杂的 所以如果你这里可以做得适合 你考试的音程 就应该没问题的了 好 我们试试做第三行 下面这个音是E-sharp 上面这个音是E 两个都是E 那是8度 那下面这个手是E 上面这个手是E 就是perfect的8度 那下面那个音要是E-sharp E-sharp 窄了的perfect 8度 那就是diminished 下面的音是D 上面的音是A flat 那么你看到这里距离那么远 就是多过一个8度 那就是一个compined interval 那你可以有两个答案 你都会对的 你数一下多少度 D E F G A 那你可以写5度 然后前面就加compined 这个字 或者呢 你可以加7 5加7就是12 所以你可以说它是12度 或者幅5度 然后就想起前面的Quality 这个字 D Major的A音 有没有升降好呢 D Major的A音 是没有升降好的 D Major是F C 所以D去到A就是正常的距离了 正常的5度 叫perfect 那现在题目问我们A flat 那我两只手的距离了 所以这个是compined diminished fifth 或者D diminished fifth 两个答案都可以 我可以做多两条 下面这个音是F double chop 上面这个音是A 数一下多少度 F G A 三度 F Major的A音 就没有升降好的 那F去到A就是正常的三度 叫major third F要sharp一次 就是窄了 F double chop 再窄一些 窄了两下 major窄了两下 就叫做diminished 所以答案就是diminished third 下面这个音是D 上面这个音是B 这里这么远 又是一个compined interval 数一下多少度 D E F G A B 6度 那你怎样肯定它是8度 你试试在这个d音上面 找下一个d音 再下一个d音 其实在这个位置 那这里就是8度 那这个音 这个音更高过这个d音 那就是一个多过8度 那你可以说它是一个compound 6 或者呢 7加6就是13 你可以说它是13度 d major的b音有没有升降号呢 就没有的 d major升fc 不影响b音的 所以d去到b就是正常的距离了 正常的六度就叫做major 6度 compound major6 或者major13 你看到我已经没有什么做笔记了 基本上都在路上想 不过 再说一次 如果你觉得写多些笔记 将整条音阶寫出来 会令到你对的机会大很多呢 那你就写音阶出来 那现在我就说一下另一个找音程的方法 那我就不会详细介绍的 在YouTube影片都找到很多其他老师去讲解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基本上就是去数一下两个音中间 经过多少个半音的 那你就记住正常的距离 就是major音程 perfect音程 它们之间有多少个半音 然后要找两个音的音程的时候 你就去keyboard那里 可能是你画出来的 或者真的是一个钢琴 你数一下两个音中间有多少个半音 例如 纯度是7个半音 那譬如 C音和G音 你想知道它是不是一个纯度 你就数一下中间有多少个半音 1 2 3 4 5 6 7 那就是纯度 这个方法我觉得有少少缺点 那你就一定要画钢琴keyboard出来数 除非你很熟悉钢琴的keyboard 你在脑里面都可以数到 那就没问题了 那另一个更大的缺点 就是这个方法不可以连结你的听力 遲些你就比较难去学会听出两个音的音程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我弹这两个音 那我怎样听出它的音程 其实我就听一下如果第一个音是do 音 高点这个音 会是re mi fa so la ti 哪一个音 那我唱一下 do re mi fa so 它是do so的关系 那我就知道这个是perfect fifth 那我就不会唱一下这个音中间有多少个半音 譬如我不会这样唱 我唱了七个半音 所以我听得出这个是纯度 那我就 我自己不会这样做 譬如我试试另一个 譬如b flat和f 那我会怎么听出它的音程呢 我就唱这个音是do音 那听一下高点的音是哪个音 do re mi fa so 那我听得出是do so的关系 我就知道是顺度 那我就不会唱半音阶 可能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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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很奇怪的 是挺难的 那我不建议这个方法的原因就是这样 不过我也要再强调多次 这个方法不是错的 你用这个方法完全都是可以 在乐理考试那里答对问题的 那我有时都会介绍学生用这个方法的 那都试过有些同学 他考试之前一个星期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 那他来学 那就学这个数半音的方法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不过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考试 我就建议你用大调音阶的方法去找音程 那另外我都会用数半音方法 就是迟些我们会学会找relative major and minor 那我都会用数半音这个方式 那我们又试试做网上练习了 这次我们会试三个不同的练习 第一个就是interval identification 那你会在上面出现两个音 你就在下面选择它的音程 那大阶A就代表augmented 大阶M就是major 大阶P就是perfect 小阶M是minor 小阶D是diminished 那我们先看一下setting有什么选择 那claf呢 你也是可以选你想练习的claf 这次我们不如简单点 只是高音谱和低音谱先吧 那key signature呢 你都可以选多些的 或者你不想那么复杂 就选少些先吧 不如我们选到三个降号和三个声号吧 那这个display mode 就是它会用harmonic interval 或melodic interval 那其实对你的練習没什么关系的 那我们选择both interval 那interval 这里你可以选择 或者你想专系练习几个interval 那你可以只选择几个 combined mode 就是那个覆音程 它会不会有大个8度的音程 就选择这个了 difigulty 就是 越高level 就会越多acerdental 可能有多些double sharp和double flat 那level1 就不会有acerdental 不会有临时记号 那我们就level2先吧 那应该可以做练习的了 好 这个是D和Fsharp D major有Fsharp 那是major third 这个是A和C natural A major有C sharp 那现在C sharp natural 是小一点 小一点的3度 m3 这个是E和D E major有D sharp 那现在这个是D natural 所以是m7 这个B和B是8度 那上面的音量降了 那是窄了一点的perfect 那就是diminished octave 这个是A和F flat A major有Fsharp 那Fsharp 變成F natural 再变成F flat 就窄了两个半音 所以这个6度就是diminished 6 那我不解釋那么多了 我做快点 这个是4度 这个是4度 B和E是perfect 4度 这个是B和E flat 就是diminished 这个D和E本身是major second 那现在E sharp 就是augmented second 这个是G B sharp 就是augmented third 这个是C sharp F C F就是perfect 4 那C下面的音量升了 距离窄一点 Diminished fourth 好 那这个练习就是这样 那你可以做多些练习吧 自己 那我们试下第二个测验 就是这个interval construction 那这个练习呢 那这个练习呢 我先 reset score 那我们先看一下setting 那这个clap呢 你又是选你想练习的clap 那我也是选高音颜号先啦 那我也是选高音颜号先啦 key signature 我也是选三个个好 和三个声号 那这个harmonic呢 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这个direction呢 就是说 它 如果是ascending 它给一个低音 叫你加一个高音 如果是descending 就是它给一个高音 然后选低音 那descending是有点难的 那我们先做了ascending 那一会儿我都示范几条做descending 那intervals呢 你也是可以选择它的 difficulties一样 就是会不会多些ascending 那这里有个L字头的呢 那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第一个 第一个就简单点 strict这个呢 就是如果没有必要的ascending 就不给你加的 那上面那个容易点的 好了 那就这样试一下先啦 我们做十条啦 那它说difficulties 那我先选择两度的音 是F的了 那Emajor 那个F要升的 就是EFsharp 就是major second 那如果是Fnatural 就会是minor second 那再要小一个半音 那我要选择F flat EF flat就是difficulties Major second 我先选择两度的音 那就是C 然后检查一下现在是不是major second 或者它的音程是什么 下面的音是B flat 上面的音是C B flat major没有C sharp 是用C natural 那现在已经是major second submit answer 又是先选择两度的音 G A是major second 那我要flat了上面这个音 又是second diminute second 那我先选择G Fsharp G呢 FG就是major Fsharp下面的音已经升了 那它转了一点 所以G再flat 就是diminute second 为什么有那么多second 可能我interval那里选择错了 不是喔 我选择了 继续先 dE就是major second 啊 有些不是second 5度 EB perfect fifth perfect fourth 那这个是B flat 那E呢 它的key signature flat 了 7度 先选择7度 然后再想一下它是不是minor C major 的B呢 就是natural 那现在key signature 就flat了B 那现在就是minor seven flat 做多两题啦 Fsharp A 就是 Fsharp A 就是minor third 那我要再细多半音 那我flat了A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4度 先选择E B E 是perfect 那我要升高半个音 才有augmenter 好 我们试下做Descending 那个 Descending 有点难的 我也有点害怕自己做错 不过试下 向下选择一个四度音 那就记得 interval一定是由下面的音开始计算的 所以我们会想 选择一个C音之后 就想C major C major C major的F音 不用声讲 C F 是perfect 那我想要Diminish 即是要窄一点 那我不可以移动上面的音 那我移动下面的音 怎可以窄一点呢 就是sharp 选择C sharp 向下选择五度音 那DA是不是perfect 那就是了 那我submit 先选择六度音 D major的B音是natural 现在是major 6 四度音是D 那我要Diminish 我要窄一点 D G是perfect D sharp G就是Diminish 做多一条 我8度perfect Easy 那最后这个练习 其实跟五级乐 你试的不是没什么关系 但因为它是一个Ear Training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自己 那也可以试一下 就是Interval Ear Training 那就是它会弹两个音出来 然后问你那两个音的音程 那我没有得调调 只要是靠你的聆听 那我们看一下setting 那里有什么选择 Interval 这里 我建议你开头 最后就只选择所有正常的音程 即是选择了major和perfect 那minor就全部都不要选择 那这个tritone 其实就是augmented fourth 或者diminished fifth 就是三个全音的距离 就叫tritone 那你开头就只选择major和perfect 那一个八度之内 这个plate mode就是 它会怎样弹那两个音 它会弹低音先还是高音先 它会分开弹 还是一起弹 那我觉得开头你可以选 低音然后高音 然后一起弹 即是第四个 那speed就是那两个音 弹出来的速度 选择到最慢 那我们试试开始做 那你就听一下那两个音 低音的音 如果是do音的话 高一点的音是re mi fa so la ti do的边 那我们再听一次 那一个八度来的 那这个是do t来的 major七度是最不夹的了 那这个声音 很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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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ajor七的 又是八度 又是八度 度fa的声音 度fa是四度 度la是六度 度ra是两度 度是两度 又是两度 又是两度 又是两度的 度t很弹的 又是major七 那如果你做到这个 之后呢 你就可以试试选择所有的音程 那你就选择了 那你就选择了 minor音程 tri tone 那我不试那些compile interval 先了 那我们试试做 这个是八度 这个是八度 又是do t很弹的声音 是do so的关系 perfect 这个是minor三度 major六 又是很弹的major七 又是八度 又是major七 minor三 major二 这个很奇怪的声音 这个是三传音的声音 就是 perfect fourth 和perfect fifth 中间的 听多一次 它会像 道里面化 然后它发声了 是tri tone 咦 不是很听到 听多一次先 这个major七 八度 好 如果你觉得太难 就先选择少一点 可能可以只选择 1至5度 不要选择minor 或者你可能可以试试 只听minor third 和major third 的分别 试试只听major sixth 和minor sixth 的分别 慢慢就可以锻炼到你的耳朵 那对你 玩乐器的时候 的音隽都很有帮助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帮到你 那就麻烦你给个like 和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拜拜 拜拜